遇到什么灾难,就这样去发愿。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菩萨做些个什么事呢? 利益众生 总的说一句,就是利益众生。 要利益众生,你得有智慧,这个智慧你还得具足方便善巧。 智慧不具足怎么办? 发愿,你要发大愿,我经常地跟我们道友们说要发大愿。 在《优伯赛戒经》里面,善生尊者就问佛说,佛,你三十二相那么好,怎么得来的呢? 佛就告诉他说,你要学法,你要发愿。 你要不发愿,你得不到。 学法,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说其大数八万四千。 你要是利益众生,你必须得要学法,你要发愿。 如果你不发愿,你所有想修行的什么都达不到,所以发愿是第一。 我们都知道文书,普贤,观音,地藏,他们愿都很多。 善生问佛,佛就总答说他怎么得到三十二相,有智者,谁有智慧谁就能得到。 善生又问,怎么样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 佛就告诉他,你要发无上的大愿,是明智者。 谁发愿谁是智者,谁就得到三十二相。 我经常看见我们道友到寺庙里头来,或者自己佛堂里头,要供花,点香,磕头,你发愿没有。 有些道友心量太小,家里有点什么事,烧个香,到佛前发个愿,求求菩萨底加持,让我这个灾难过去。 这个愿太小了,这是没智慧之愿。 你们大家别生气,可能你们都没发过愿,也有发愿的。 很少供花,在那跪着说,我这个发愿,我想正道入道入法界,辱华言境界。 华就表殷华的,我现在这个因,那一切小灾难算什么呢? 这就是智者。 我们把智者所发这个愿是什么呢? 这就是菩提心,包括的很多。 你发愿是一切众生身,口,你永远不做猪恶,永远做猪善,这个愿就不小了。 你说你没发过? 没发过,你现在学呀。 现在不是学一切方法吗? 还有我们谴责你发愿。 好比你受经济的困扰,逼债的人来了,或者你买了股票一下子失败了,一下子一落千丈。 不要跳楼。 我在美国听到那些跳楼的,很愚蠢。 发愿。 没有生意,为什么没生意? 你没发愿。 你发愿,跟我相似的一切众生。 让他永远不要落到这样个苦难。 你遇到什么灾难,你就发愿让一切众生都不要受这个苦难,你这个灾难很快就消失了。 你若求菩萨你加持我,让我发财。 这个糟糕了,走到相反道路上去了。 在你受穷的时候,你没想到自己,愿一切众生都不受穷。 好,你很快就富有。 信吗?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佛说的,佛跟善生说的。 如果说是我说的,力量不大。 佛说的,你们就信了成分多一点,佛的功德大。 你必须得有誓愿,没有大事大愿,你想成就,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修行,但是感应不大,佛菩萨总没加持我。 你跟菩萨不走一条路,菩萨怎么加持你? 经常的发愿,经常运用你的智慧心。 你要具备了这些誓愿了,你就依着愿,然后有了力量了,你在修行的时候。 一切障碍逐渐就消失了。 等你有了力量了,你去度众生,弘法力生得方便善巧,那很快功德圆满。 我们要现在想做个什么事情,在这个世界困难得很,重重障碍。 为什么? 我们过去就没有发过这些愿,没想帮助别人,自然也得不到别人帮助你。 你要想诸佛菩萨都加持你,你要像诸佛一样的,诸佛的心愿是帮助众生。 那你也要发愿帮助众生。 菩萨所修的功德不外六度,四射,乃至立行,众生做什么,我们就帮助他利益,这是立他行门。 我在当劳改犯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走路。 不但走路,还得身负六十斤。 走到山里头踩木头,两个人抬一根,抬得动也得抬,抬不动也得抬,那是强迫性的。 那时都拉板车,很苦,特别往那个山上上,拉不动。 正赶上我们空手,我就叫我们那个范友,那叫范友,不叫道友,共同帮他推一把。 范友说,算了,被看到会说我们的。 我说,那不管他,帮着推吧。 助人为善。 我说这意思,就是你到什么时候都想着,看着别人痛苦,你有时背不动,扛不动,不也很痛苦吗? 看见别人满身的汗,车子就是拉不上去。 特别拉大板车的,那车上载着三,五千斤,就四,五个人往上拉,特别在上坡很辛苦。 如果是在这个时候,你发愿利益众生,增加一切众生的大力,增加一切众生的体力。 遇着什么情况就发什么愿? 我们一天遇到的是很多,就要发愿,太多了,我们不详细讲了。 所以真正的佛弟子就要行六度万行,发广大的愿,发菩提心,来成就你的事业。 这个事业不是指世间事业,成就你的事业是指着行道的,成佛的,离苦得乐的事业,成就度众生的事业,让众生离苦得乐。